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劫 怯人之难 逼人之善 我们看两段 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犯的 所以挑剔 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 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这个觉悟的人跟不觉悟的人的差别就在这里 觉悟的人是为众生活在这个世界 疑惑的人是为自己利益活在这个世界 为自己利益活在这个世界 当然他要受轮回国报 所以善有善报 我有我报 六道轮回是他的家 如果为众生活着的 一切为众生 六道跟他就不相干了 最运一切为众生活在这个世界 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 遇到好的 遇到好的总是要自己占有 把刺一等的不好的推给别人 我们很冷静地观察了 就能看到 看到之后回头想一想 我们自己 除世带人家窝又如何呢 有没有放这个窝呢 所以冷静想一想 自己就明白了 我们是轮回忠人 还是真的所谓啊 极乐世界的人 如果真的是极乐世界的人 到这个轮回里面来 是帮助别人的 所谓是救度一切政策 救度一切众生 要拿行为表现给人看 世间人谈爱 我们是谁 世间人要好的 我们要不好的 那样样样样东西 你们不要的 我来要 你们要的尽量的供养你们 释迦摩尼佛当年在世 僧团里面出家人穿着衣服 叫奋扫衣 什么叫奋扫衣 人家穿破旧的衣服不要 丢到垃圾堆里面去了 出家人把它捡起来 里面还可以用的这一块的布 剪下来 拼拼凑凑 这样缝一件衣 所以我们看这个出家人这个皮衣 一块一块的 那块是到处捡来的 因此 这个质料不一样 银色也不一样 穿起来很难看 必须重新染一染 所以染色一眼 这是世尊 佛菩萨做了榜样给我们看 教化世人 这一个窝的习气 才能够断绝 一丝费功 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有一点地位 有一点诠释 就经常在利用 利用自己的诠释 求取自己的利用 贿赂不错 是人家送来的 接受贿赂 在佛法里面道解 我们有些偷盗 他送来的 他不是甘心情愿送来的 他是有求于你 不得已而送来的 道解 道的手段很多 方法很多 换一句话说 凡是不应该得到的 无论用什么手段 你得到了都叫道解 偷道解 一丝费功 一卧一号 要看这个事情的大小 影响灭光下 影响的时间长短来戒罪 所以在佛门仪 前面我们曾经读到 影响的方数 我跟诸位报告过 这些几乎每一句都有连带关系 这些几乎每一句都有连带关系 像我们现在流通佛法 无论是流通经书 流通路向带 我们以这个作例子 这些事情 大众委托你去办 这世界的钱财 你如果偷工减料 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里面 以这些财务居为己有 这个罪过已经很重了 我们认识 我们认识 你有没有认真去学指掌 有没有认真去想一想 考量 有很多方面 如果希望 这本书 能够传至九月 那你一定要想到智障要好 要能够保存年代旧 要能够保存年代旧 西方人的纸张 现在高级的神经纸 可以保存200年 通常一般的纸张 顶多它的寿命 顶多是100年 到那个时候 这个纸变成粉了 那么但是在中国的纸张 中国纸张没有外国纸张那么好看 那就 中国的毛边纸可以保存500年 中国的宣纸 连丝纸 连丝纸不知道你们懂不懂 连丝纸很薄很软 都可以保存1000年 所以我们要认识 拥有考量的这些地方 如果这是善本 希望它保存永久 这个书给谁呢 给人家图书馆里面 收藏 这是传之永久 那我们就要对纸张上要考虑 不能计较成本 如果是为普及 这是为宣传 希望大家很多人都能够得到 那纸张差一点没关系 量要大 所以考量的 考量 重点摆在那里 我们要怎样去做 一定要做到尽善尽美 人家拿在手上 手能生欢喜喜 用情 用情 一分一好 都不能够糟蹋了 糟蹋都是糟蹋 所以公司要分辨得很清楚 佛祖 佛祖 不但教我们要修佛 最重要的要习佛 那 这个世间 知道修佛的人有 知道西佛的人太少太少 可以说在开阀中的国家 懂得西佛的人 懂得西佛的人 越来越少 未开阀的那些地区 懂得西佛的人还很多 为什么 物质非常缺乏 所以对于物理还能够爱惜 这些道理我们要懂啊 《汇编》里面的注解 他举了个例子 一物一号 如一铁一金 一石一玉 这些事情多了 那么尤其现在的商场 这个还没有什么了 把铁镀成金当作金子骗人 把石头当作玉骗人 人家欢喜满愈的 骗他也无所谓 反正他有钱 可是罪造业最深重的 是造些假药 这个罪过重 这个是 眼前虽然土一点点小利 决定多阿比丁 你这个卖假药 你是害命的 这个罪过大了 凡是于众生 不幸生计的 这一方面呢 你要是一物一号啊 这个罪 这个罪就特别压重 因为它是生活做必须的 生命是依靠的 那修德都要从这个地方来做功夫啊 此地引四祖一段话 这是禅宗的 静云无好丑 好丑从心起 心若不强明 望琴从何起 佛法修的是什么 清净心 平等心 你心里面还有好丑 还有好恶 这是你的烦恼先前 自己一定要觉悟啊 这才造一夜 这个里头还有一段故事 《云云小法》 这是韩国的一位高僧 唐朝时候 这也是净土宗的大德 他到中国来 寻思防友啊 吃了不少苦头啊 夜晚睡在教外坟地 半夜 半夜 磕的时候 没有水喝 他看到坐在旁边的时候呢 有水 他就来把这个水啊 捧出来喝 到第二天早晨呢 天亮的时候 起来一看呢 这是死尸留下的水 他这个水 一看到这个水 心里就觉得恶心了 然后就忽然大悟了 三界为心万法为始 美我自我活观水火 他喝的时候不晓得 以为是泉水 喝得非常舒服 在第二天早晨一看呢 部队是死尸留下的 泡在水里头 从这个地方觉悟啊 一切为心造 你心清静平等 死尸留下的水也是好很好喝 一丝非公啊 完全顾虑到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方便 不顾大众 自己多一分方便 大众就受一分损害 所以这个地方很简单的 我们要建立一个概念 我们是学佛 还是愿意继续不断呢 再就当凡夫 如果要愿意学佛 要做佛 众生敌业 一切为众生 十几为神 活在世间都是为众生的 一顶 要读金 要解义 要依教奉行 在生活当中去修啊 离开生活 没有地方修行 修行 就是说我们对一些人 对一些事 对一些不 把我们错误的想法 看法 做法 修正过来 叫修行啊 诸佛如来 所表现的 完全是信德自然的流露 最完美的 没有意思好 缺陷 我们凡夫 没有见信 没有见信 就学佛菩萨那种行为 学佛菩萨 我们要记住 不是跟那个人学 不是跟那个人学 他的行为是自信 自然的流露 我们跟他学 就是我们自信的流露 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啊 佛法 这不是说牵着鼻子 跟他走啊 不是的啊 那个错误了 是他见信了 我们没有见信 我们学他这个模样 自己会见信 所以一定要放下自己的成绩 放下自己的见解 放下自己的想法看法 听从佛的教会 这叫皈依 从哪里皈依 自己要想得 从自己妄想分别知处 从自己错误的想法看法 回过头来 归眼 以佛菩萨的教会 我们初学佛 没有见信 一定要用这个方法 下面一句 妾人之能 必人之善 妾是偷窃 他举的例子 也举得很好 譬如 妾人之文 已为己作 这个事情 自古以来 也常见 别人写的文章 他具为己有 把人家的名字去掉 用自己的名字 来发表 人家辛辛苦苦 近多少年研究的 发表一篇论文 结果被别人窃取了 我在美国 洛杉矶就见过 赵立本去死 那是个大学教授 多少年努力辛苦 写出了几篇论文 结果发表一看 不是他的名字 别人的名字 所以他非常不贫 以后工作辞掉了 去开餐馆 他把这些事情告诉我 他把这些事情告诉我 都看到 这个是自欺欺人的 我们仔细观察 看看他有没有好的结果 大部分 万年都遭遇到果报 纵然这一生当中没有白露 感应篇里面讲的好 天地贵神 你能够瞒得过人 瞒不了天地贵神 天地贵神真有啊 不是假的 那不是吓人的 这些道理事实 我们都要懂得 尤其我们身在现前这个时代 周围只要冷静 观察 各个方面资讯的报道 我们就明了 我们现在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灾难 一年比一年多 一次彼此严重 我们还不知悟啊 还在那里造孽 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这个后果 会很快就要到里面 我们生在这个时候 共业俗感 我们能信念 我们能信念吗 如果要求信念的心 有这种念头 那也是个错误 所以我们很清楚 不可能信念 那么我们怎么办 我们一定顺从佛菩萨的教会 活着一天 这一天呢 急功累得 断我修善 不怕死 人哪个没死呢 死很平常 问题是死了以后 到哪里去 世间人不懂 我们懂 抓紧机会 断我修善 你就决定正确了 什么是善 什么事物 要搞清楚 利益社会 利益众生的是善 利益自己的事物 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全心全力 为社会 为众生 学己为人 为他们服务 为他们服务 以诚心诚意为他服务 他未必感谢你 可是我们知道 应该要做的 一定要做 我们并不求人家感谢 只把我们自己本分的事情做好 我们本分的事情就是学己为人 为众生佛物 这佛物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帮助别人觉悟 帮助别人断我修善 帮助别人破迷开我 我们能这样做 这是真正佛地词 真正的菩萨道 所以真不可也不脱 离不能够不解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一定要一交奉行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点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点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点 好 今天时间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